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火爆余生请多指教迟迟未播 是版权问题,还是因为肖战? 作为肖战的粉丝 大家肯定都盼着余生请多指教的播出 余生请多指教是由杨子和肖战主演的都市情感剧 旅营指导,陆天担任总编剧 余生请多指教在2019年就已拍摄完成 然而直到现在都没能定档开播 虽然迟迟没有开播,但预告和花旭倒是没少播出 每次播出还会引发不小的热度 这就让很多十分期待的粉丝们非常着急 自从肖战杨子参加了东方卫视跨年演唱会 一首余生惊艳全场 余生何时播出一直以来是肖战粉丝 大家想知道的问题,一直追踪多天,但一直没有结果 甚至有网友称余生这不甜甜的爱情片在播出之路上 硬是给熬成成了年度悬疑片 因为版权问题 其实余生请多指教主要是因为版权问题才有这么多波折 在之前的芒果招商会就发布了余生的预告 而且在去年的时候也取得了播出许可证,但是湖南卫视却一直压着不播 还不肯放手余生的版权 一方面是害怕自己播出的话会遭到网友抵制 对卫视其他节目的收视率造成影响 而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放手版权 这部剧在其他卫视播出后爆火 肖战又获奖了这对于喜欢肖战的粉丝而言,早已习以为常 在此次晚会现场,肖战不仅借助画作谈到了获奖感受,发表了获奖感言 而且与杨子一日一月他们一人画了一个月亮,一人画了一个太阳,极为对称 非常有余生请多指教的气氛 也难怪就连晚会的主持人尼格买提都安利了该剧现场 通过肖战、杨子两人的画作,尼格买提组成了一副对联 横批便是余生请多指教 果然余生请多指教刻到了这里 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现场气氛烘托,并期待聚集的上映 仅此而已,别无他意 肖战目前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 对于粉丝来说余生请多指教,大家自然非常期待 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这是狙击肖战的最好方式 可以想象得到,一旦余生请多指教开播,必然会受到一部分人的网报 几个月过去了,肖战依然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 余生请多指教还处在不少的问题 希望开播又不希望被无辜打压 当然余生请多指教为官宣定当之前一切都是网传消息 不一定会准确,毕竟该剧因为肖战的缘故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